说脱口秀 你有老师是吗 对 你的老师是谁啊 叫田龙 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学的 我是17年 因为就是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我同一批现在所有的人 基本上已经很火了 火得发紫那种 就是我们当时同一批培训的朋友 你们同一批行业的人 现在有没有混得不好的 有没有比你混得还很不好的 有 太多了 你这个行业像你这样 能有舞台演出机会 能靠这个谋生的 比例有多长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虚假繁荣 就现在演出太多了 但是除了一些 线上节目的一些脱口演员 像我们线下经常跑 各种场排的一些演员 已经不够用了 像北京现在都已经 快有20家俱乐部了 基本上每周上演能够实际场 但是真正能上台的演员 就我们这几个人 就是基本上就来回串着场 来回跑着演 就已经不够用 所以是个人就能上台 我就想接着你这句话往下说 我企业里面有一名员工 大概在2020年的12月的时候 跟我发了一个辞职信 跟HR 就说我不干了 我要讲脱口秀了 然后到现在呢 也没有讲出什么名堂 然后前段时间 我们又说那不行就回来吧 我想表达的意思 现在年轻人啊 对舞台的渴求和渴望感很强 但是我希望能从你专业角度 给大家点建议 给大家一点建议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来说脱口秀 对吧 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要到头了 就因为你们要不说的话 就没有人跟我抢算了 对对对 就不要跟我抢了 你们就上回你们找工作吧 舞台逗笑就幽默 交给我们就好了 好吗 可以可以 好 谢谢李征 谢谢李征